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男时事通 我是主持人王杰 这几周的节目 我们一直在分析 目前的市场上的 这一些状况啊 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的贷款专家 也针对目前形势 给出了我们非常多的 好的提议 最近的贷款利率 是持续的走高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继续和我们谈一谈 如何来活用 现金流的这个问题啊 好的 欢迎GMCC万通贷款的 创始人James Jin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GMCC万通贷款 达拉式的贷款专员 Patrick欢迎你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们请James 介绍一下这个月的 市场上的贷款状况 对 好的 谢谢主持人 也很高兴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聊一下 其实大方向涨 我觉得今天可能 基本上那个Fed 会涨个0.75甚至1 大家都在讲 80%是涨 所以扩的 他大概讲的话呢 11月12月份 可能还是会再涨一两次 那就说整个涨息 那可能 Hopeful的明年会 差不多最后一次 或者没有 那2020年感觉 大家expecting 2020年应该会降息吧 这大方向是这样 但其实我在想 这个涨的话 又通货混乱非常厉害嘛 Fed想尽量把降下来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还是有很多 Program代款利息很好 到时候 Patchy会介绍几个非常好的 Rentor的 或者Own Occupy里面 利息很低 专门针对德州的话 Conforming都可以做到 甚至小一五多机会 APR或者什么样 但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很好的一个消息 两点 第一个 就是说现在 2023年到 知道 Conforming里面 现在房价涨了以后 你说64万七 很多带个 超过64万七就变成 当然我们公司 Jumbo利息真的很好 我觉得Jumbo的话 还是比Conforming里息 这个低一点 大方向讲 大家知道一下 大方向涨的是agency 所谓的天业债券 Driving这个agency Fedigment 所谓Conforming里息涨了很多 那相对的话 Jumbo是比较Lagging behind 所以你会知道 它就会举些例子 很多时候Jumbo会低0.5 甚至一个percent 如果出租物业怎么样 这一点 第二点的话 很大一个好消息 就是2023年 其实开始Conforming里面 变成71万两千了 71万五 那么我们公司 今天就可以Funding 2023年 可能就是大家如果 超过60万七 70万左右 我们用Conforming做 还是比较Flexible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好消息 第三个我觉得 到时候我们会讲一些 现金流 DSCR 像Rental 你说DSCR 甚至6点几的 那个利息APR 怎么样都可以 DSCR 就是现金流 Fedigment 还有很多Medical Professional 就等一下 我具体还是 你太确定讲好了 好不好 好的 谢谢James 我们非常期待这种 非常丰富的这种产品 GMC万通贷款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这个产品和计划 其实针对不同的贷款人群 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的 我们的一些产品 来适合您 无论您是上班族 还是小企业主 或者是退休人员 或者是中国籍的 外派工作人员 其实都可以在GMC万通贷款 然后申请到适合您的 低利率的一个贷款 上期节目中啊 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些 奥斯丁的房产 买卖的这个情况 目前对于投资者来讲 可能是市场买家呀 感觉更有话语权了 然后投资者进入市场以后 我们是否还有一些 好的项目在贷款上呢 Patrick能够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 好的 上次我们说了一些 奥斯丁的情况 请到了这个奥斯丁的 这个地产的顾问 专业 那其实这个买方 作为买方来讲 更多的话语权 是在全美的市场 我最近也收到一些 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 还有马里兰的一些客人 的一些咨询 然后他们普遍反映 就是说 可以跟卖家调价还价了 那这个时候 对于投资者来讲 那不管是买房子 自己住还是出租的话 那都是有一些 就是说 那原本要加价的 现在我们可以讲价了 这种时候是不是 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进入一个市场 那大家当然 人者见人者见智了 就是说有的市场 也确实是比较值得开发的 那我们对于买投资房 最近推出了一个 比较好的program 就是说首付 首付25% 30%的话 那如果选择10年期的 一个缓缓的一个term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利率做到 4.99 而APR是5.0 5.05左右 那这个跟其他的正常的 一个普通的这个program 去比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 我前几天刚刚做了一个 6.5提交的一个正常的 普通的这个利率的 一个投资房 那现在从6.5 降到4.99 这个不光是数字上面 看起来很多 那有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收入很高 并不在乎说 现金流到底是多 就是少 但是我们在利率方面 做得这么低的话 甚至比资助房 还要低很多的话 那其实是 再加上您在买房的时候 有更多的话语权的话 其实也并不是说 任何时候好 或者任何时候不好 只不过是看我们 有没有好的产品 您能不能找到好的房子 所以这个 这个是在查收入这边 我们有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不查收入的话 我们这个investor的program 它不仅仅是说 当你的这个 租金收入 可以cover 本级利息低税保险 加在一块 那我们做贷款来讲 叫一个DICR ratio 那就是说 如果是可以cover的 收出来的租 比本级利息低税保险 还要多的 那这样是 大多数的investor 需要看到的 那我们这边 GM77可以做到 这个 本级利息低税保险 加一起 比收上来的租还要多 甚至多很多的 那就是说DICR 有0.5 0.75 甚至0.5的时候 有些investor 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说 那如果在 现在这个阶段 找到了好的这个房产 去做投资的话 那去做出租房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 很多很好的program 去可以支持的 那希望就是说 这个我们股神巴菲特 总是在市场恐慌的时候 市场大跌的时候 去买一些股票 那我们投资房产也是一样的 那虽然说 中国人 他有一个传统的 这个观念 就是说 买涨不买 喜欢买涨 对 买涨考虑 那但是对于很多 有经验的投资者来讲 在现在这个市场上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入市点 那我们也 可以提供更多的 这个贷款的项目 去支持 这些投资 非常好啊 非常感谢 Patrick给我们的介绍 我也是 今天才了解到的 就是说我们 其实观众朋友 如果要是在现在 是一个好的时机 投入入手 进入了一些房产的话 如果他的现金流 就是说他的租金 并不能cover到 他现在支付的这个金额 其实我们一样 是可以做到 给他贷款的 是吗 是的 那这是很不容易的 James这边 有什么样的补充呢 可以啊 我刚才讲的非常好 其实我讲两点 就是说你现在 其实一息涨了很多 说房价 more available 你不抢房子 一看第二天就出off 什么都没搞清楚 这蛮好negotiate的时候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刚才Patrick讲的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 整个房子涨的时候 还有呢 我也补充一个很好的case 就是说 现在大方向 大家都应该知道 rental差不多 查收入都要 income verification 差不多 30% middle 6 就是APR 什么样 那all-note keep-in 其实5.87 6%的APR 差不多了 30年 confirming 但Jumbo 在我们公司 7年的案的话 还是可以靠近5左右的APR 那就相差1%了 很低 所以这次应该考虑一下 很多program和合作讲目 那第二点呢 我来说明一下 Patrick 其实Patrick在我们德州 他也不仅在德州 在很多州 我们公司有35个州的license Patrick有很多州 所以我提醒一下 我们公司在35州 包住最近 Nevada都有 德州 佛罗里加 刚才Patrick讲得很好 其实Patrick 也跟很多local的builder合作 我来补充一个Patrick 专门一个program 还讲到 帮我们localbuilder的 2-1-8-1 什么意思 你看 现在30年大家都知道 owner可以把5.876%的APR 对不对 叫5.87 nopoint 或者 nopoint APR6% 但你不是说 一两年会利息涨吗 我们一个tod on buy down 第一年可以减掉2% 那就变成3.875 第二年变成4.875 第三年回到正常的5.875 那APR可能还是6%左右 这不是很好吗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正好2024年的话 基本还会利息reduction 不是很完美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非常欢迎 这个builder 跟我们合作 还有很多realt 他就有很多builder realt会给些credit 特别是builder 买房子 鼓励大家买 就说你要给些credit 这个就可以来pay for 2-1-8-0 cost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计划 那么我们消费者 也可以考虑一下 一定要找我们GNCC 这么我们有500多位的贷款 现在他今天应该 504位的贷款顾问 合作 就说我们很多贷款顾问 在这个不仅是在德州 整个美国各个州 都有license 所以联系一下 我觉得这个2-1-8-1 非常好 你想一般正常要靠近6的 你可以尽量还第一年 做个4个% 这样对家人来说 现金流 就是自己 这是自己住的房子吗 也可以有一个缓冲阶段 第一年 这感觉很好吗 你一定有心理作用了 第一年你说 3.875 对不对 这个conforming都要做 第二年便是这样子 当然APL 我再讲一遍 30年差不多6左右 这是非常好的program 第二点就是说 用Jumbo on program来做 利息非常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其实大家在不同的利息通涨的情况下 大家为了买房子 凝固一些价钱 我们公司 GNCC做一个direct lender 自己in-house delegate underwriting 审核 funding 从10万到10万多 可以帮大家找到非常好的program 还是可以省很多钱 每个月payment 具体还是要联系我们贷款顾问 当然您找得到Patrick 还有很多贷款顾问 最好找不到的 就可能麻烦到gncc.com 去咨询一下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新的项目 是吧 原来没听说过 非常好 没错 刚刚开始做 尤其是对于现在的 这个市场的情况来讲的话 正好是一个好的timing 然后我们进入 对 没错 大家都知道 去年都两到三个percent的利息 就太低了 现在是靠近六万五点几 感觉还是很高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 特别是第一次买房子 感觉上一两年有个缓冲 我是觉得非常好 第二个我说明一下 我们公司 其实快速发展 在美国三十五个州 所以大家有兴趣 贷款顾问license的 committed dedication still hungry still passion 学习执行 可以愿意提供 最好的贷款服务 给贷款服务 给我们消费者 要参加我们每个礼拜三 11点钟的 open house online的话 就是贷款顾问 加我们GNCC的话 可以到joingncc.com 看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 因为我们也希望 为我们local的 每个州的 35个州的消费者 提供最好的当地的服务 是的 刚刚这个James讲到 这个to one buy down的 这个事情 然后确实 然后他也讲到 一个jumbo的事情 jumbo对于我们德州的 目前德州的市场来讲 是2020 2022年是64万7200 但是2023年 announced这个 限制是71万5 我们GNCC已经可以 现在就做71万5这个limit了 那就是说 现在如果买一个 八九十万的房子 我们可以第一 用64万7500的 这个今年的 conforming limit去做 第二我们可以用 71万5千的 明年的conforming limit去做 那当然我们也是 可以选择贷款额 做到65万 然后用去年的 用现在的jumbo的program去做 选择很多的 对非常感谢这个James 提供给我们这么多 这个项目 可以选择 那我们作为 可以就是说 希望是可以 按照同样一个case 给客人更多的 选择 那在这个时候 客人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 那当然不同的 不同的客人 他会有不同的需求 互相比较一下 多了选择之后 我们会发现 总会找到一些 可以比其他 我们的同行业 做得更好 或做得更低 就是说 不管是从pricing 还是从利率 还是从费用方面 因为我刚刚好 手上一个 最近这两周 一直在处理的案子 它是一个86万的purchase 就是说它成交价是86万 如果按照这个2022年的 这个limit去做的话 那就是64万 我的贷款额 需要25%的首付 那是申请人 他因为最近国内 和美国这个情况 这个贸易的问题 钱不太好转过来 他说我只有20% 那后面呢 说那就做jumbo 反正我们jumbo的pricing 也不错 但是申请人 他名下有12个餐馆 然后有5个出租房 然后我就一下 我就忙了 我说你这个东西 要做jumbo 是太麻烦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个 这个jumbo的 我们71万5的 这个limit可以做了 刚刚好 用明年的这个limit 然后把这个贷款额 做到68万20%的首付 那这样我们用agency的盖卖 非常简单 反正就一个算一个 才让我们起了 收入肯定不是问题 这个案例 其实我们在提交之前 也consulting很久 就是说怎么样 可以帮客人 把这个贷款程序 做得最简单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案子做出来 就是说当然 这个最后做出来 这个利率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 就是说在这种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的案子 尤其是在八九十万的 这个买卖的这个区间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可以希望可以找到 最好的一个option给客人 好的 就像刚才 Patrick讲了这样 贷款这个事情来讲 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 一般所有的计划 都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制 属于他自己的 特殊的一个贷款计划 就目前市场上 还有另外一种观众 然后跟我们咨询 就是说 他是持有工作签证的 他在美国并没有绿卡 就是说他在 但是他在美国同时 有很好的收入 就是不知道 这种身份的问题 会是否会影响 他们的这个贷款情况呢 请问Patrick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解答一下吧 对 就是像您说这种收入很好的 然后刚来美国 或者是刚从学校里面毕业的 他们这个签证一般是有F1 然后F1,OPT,H1B,还有L1 那这些签证 他们有个共性 就是说在这个收入都很稳定 但是不太能够拿得出两年的这个工作的 这个报税的这个证明 没错 对极端的情况 我今年住了一个AMD的客人 他刚来美国差不多两个月吧 然后我把他做出来了 这个当时是一个 当时也是一个90多万的房子 我说这个做Jumbo我们比较难 但是做Agency还是可以做的 所以就是说 能不能买房 能不能贷款 不是想当然的 他就说客人自己觉得的 就说只要是有这个想法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们帮他找一找 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项目 那尤其是在公卡里面 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是C8 那这个卡 这个卡就说是针对某些人 他们这个临时的身份 那他们就想 当然的觉得我们这个身份 是做不了贷款的 但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项目 是可以帮他做的 那非常好 对F1的OPP里面 它是原本来讲 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可以在Agency 所有的program都可以做 后来我们在Junglo的 很多的investors里面 也都可以做了 所以说针对计算机专业的 或者是说很多的高校的毕业生 他们刚毕业 然后就刚刚分配到了 像加州 然后奥斯汀 还有东部的一些大城市 他房子起步都要七八十万八九十万这样的话 做Junglo 还换签证 我们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个对于就是时间上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这个他只要有这个 offer 对对 然后已经去工作公司 这边报到达到工资单 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了 哦那非常的方便啊 因为好多毕业生啊 他们都在有这个顾虑 就说是不是得工作半年 工作一年以后 我才有资格去申请 其实是不需要的 对 你只要有功能 对这个硬性的条件 就是他的这个 呃 移民局的文件都已经上校了 嗯 对就是 我可以补补一下 但他那个 前提问的很好 他的EAD卡要六个月 reminning 如果没有reminning的话 假设需要两三个月的话呢 你只要有那个renew的 partition去renew嘛 就你想 你那个work permit下 你不相对于expire 你肯定在renew嘛 没错 然后就刚才讲了 其实我们公司的jumbo的话 你在学校读书毕业 STEM 高科技出来的话 其实你的那个degree 都可以做两年的history 不需要在美国工作两张 但是你的那个 在那个也是考虑 所以说 这刚才Peddy讲的非常好 就是agency里面 F1ED都可以做嘛 这个work permit的话 那我们公司最近 将不都可以做 所以这很好的program 顺便再提一下 德州 特别Huston 或者Austin Hightech很多公司 Hightech program 就是RSU小于两年 都可以 如果有history的话 那Huston的话 很多是那种medic profession 我们公司最近有推出 100%financing 其实呢 跟大家讲一下 去年几年一直有medic professional 整个market有点比较 变化多以后呢 很多大的investors suspend 但最近我们上次又开始 我们又开始low out 100% 多少%当的financing 专门是针对medic profession 不好意思 这个还是指定医生 针对医生的话 有medic professional可以做 100%financing 而且是没有mortgage insurance 具体还是approval 还深刻 5个percent的话 大家觉得如果100万 不够刺激的话 5个percent当 加州可能是需要了 加州是真的是需要 要1.5 对不对 我们开会的时候 很多人说 可不可以1.2 我说可以 但是有5个percent当 你想现这个market 5个percent当的话 到1.5个percent当还是很多了 没错 没错 尤其是零首付的 贷款计划 第二点 我要讲一下 针对 针对德州 64万7以上 跟Patrick讲的很好 64万7以上 又变成jumbo了 jumbo一般来说 要10%当 我们公司一个program 5个percent当 也可以到97万 这个不要求medic profession 就正常你可以做5个percent当 到97万 这针对德州 很多地区 德州 Georgia Nevada 这些64万7 是conforming limit 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要总结归纳 大家意思 刚才Patrick讲的非常好 你如果贷款 7万7万 有很多选择 配当到64万7 拿新的conforming limit 甚至用加坡利息 做更低 所以很多program 可以帮助大家 一旦找我们GNCC贷款 咨询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各种贷款 找到GNCC不落空 就快速是 一万是从这个很重要 还是找到非常有经验的 贷款顾问 像Patrick在我们公司 他虽然在德州 整个德州 但其实也很多州 都有license 我们公司 其实很多贷款顾问 都跨州有license 所以可以为大家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direct lender 不仅是加州 德州 佛罗里达 DC啊 Nevada 都有 我们这些公司 有35个州 也欢迎有经验的 贷款顾问 加盟我们GNCC 对 我每次看到 James 还有Patrick 身后的背景图 然后都是 我们整个全美的 这个布局 然后有红色的 然后有蓝色的 他就给我们 介绍一下吧 是不是这个 有什么特殊的行业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 这个已经过时了 我们两个都已经过时了 应该把它对一下 我们在Yuta和Nevada 已经拿到执照了 就是下面中间 这个比较明显的 红色包围的 两个蓝色区域 就是说 这个我们目前 所标记的红色区域 就是我们GNCC 一般通贷款 已经拿到执照的 这个州 然后 基本涵盖了 大多数 这个华人 投资 还有居住的 比较集中的地区 那像纽约 还有华盛顿 这两个州的执照 我们也在申请 因为这个州里面的 这个法律 比较 关系比较复杂 所以 时间是需要 比较长 那像其他的 比较集中的 像 马斯德尔斯 Pennsylvania New Jersey 像纽约周围的 这几个 Deezy Wirginia Maryland 我们都有 然后整个东岸 包括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然后下面的 这个Georgia Florida 那南部的 我们比较 大家投资比较 集中的 像德州 然后Arizona 这边 Korado 这边我们都有 Cover 然后还有 就是说 在德州上面 有一个不太起眼的 叫Akohoma 最近我拿到执照 然后又很不安 就说这边 Akohoma 我就是 每次提到 都不禁要说一句 就现在 做投资房 还有现金流的地方 那在我的蓝图上面 就只有这么一个州 其他的 不少少 因为利率的话 投资房利率 当然前一段时间 做的 都是六点几 然后六点五的样子 然后做投资 说到Akohoma 这边 因为它的现金流 特别好 然后因为一方面 是低税低 一方面就是说 租金的收益 还比较不错 即使在六年级的 这个时候 也是做得出现金流的 其实在现在 高通胀 然后所有的投资产品 都赔钱的情况 大多数投资产品 收益都不太好的时候 这边的投资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刚刚给我客人 做了一个 26万的房子 然后他说 他拿了6万多的手付 然后每个月固定 能拿三十百块的现金流 其实收益还是很好的 那当然在未来的时候 贷款的利率会降 降到三年级 四年级 那目前万通账馆 其实除了在德州 加州 还有夏威夷州 然后其实都已经在36个州 都拥有了执照 并且在开展业务了 非常感谢 两位嘉宾 今天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咨询 欢迎您与GMCC万通贷款取得联系 他们的电话是 832-982-0868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 与我们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观众们 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好